今天就不到二楼吃了 在一楼吃吧 一个是时间 有点不充足了 另外一个是 没有心情吃啊 我爸情况不太好啊 我哥刚才 在国内给我留言 微信聊天交流了一会儿 他也没睡啊 国内是凌晨三点多 他没睡 哎呀 有点闹心 也不想吃了 但是又不得不吃 然后我哥也说 父母都想往我回去 但是我不回去了 因为好多原因吧 不回去了 我哥说不回去 可能会有遗憾 我说有遗憾有遗憾吧 没办法 我说人生就是有 各种遗憾组成的 没办法 我说我是 家族里面的一个叛逆者 只能给家里带来烦恼 我说就不回去了 已经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家族了 这些家族里边 有一些叛逆者 我就是我们这个 家族里的三观 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算了 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我在这吃吧 也应该也不凉吧 煮的这个肉丸 还有这个米饭 心里很难受 心里 但是也没办法 联系着 跟我爸转运到北京 我再联系 我就开始吃了 吃了 转眼时间吃 今天下午 总部南边的领导 要去我们新的办公楼那边去 我还忘带了这个 发的这个衣服了 一套衣服 忘带一件 精感赞感 那我就准备 准备吃了 再见 拜拜 再见 这里为父亲 为家人祈福吧 也为自己祈福 这边是手机在充电 吃了